在中國近代史 以前我講過 我都很佩服曾國凡 事實來的 第二個人佩服 現在在做大太監 李連鷹 李連鷹很厲害 因為李慈禧很難服侍 他死了 第一他不用死 第二他沒有人打他背脊 沒有的 李連鷹沒有人打他背脊 千萬一 另外一件事他很厲害 一般人做不到的 香港現在這些人更加不懂做了 我們學了幾成 我們有這個功夫的 所以你看我在國內很少爭話拍照 我站到旁邊我站到旁邊 你那些人敢說 叫我站在中間就沒辦法了 但我通常大隊應該只有你們站 但李連鷹當年很奇怪 譬如他跟著公親王出場 他是二品頂大的官員 他戴七品的帽 穿七品的官袍 穿七品的官袍 李連鷹 傳說他是用奴才來事後翻譯恩 是啊 很奇怪的 所以他是一個真正的高手 就是說 等於現在 你一個警務署長的身份 你是扮一個幫幫 扮一個警司仔 戴那頂帽子 穿那套低級的制服 就是不起眼的 這個不容易的 這個不容易的 就不是說現在的人 就四兩檔一斤的嘛 現在的水鬼星星王那些 三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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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分